消防車送水車 高含口號抗議 因為今年五月中桃園市政府 為了解決缺水危機 竟是下令派遣消防車送水 讓基層痛批不合常理 警鈴一響立刻著裝出勤 消防法明第三大任務 包含預防火災 搶救災害 以及緊急救護 卻常常有民眾濫用資源 只要一上班就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待命 除了正常勤務之外 還有不少額外服務 捕風捉舌 民宅抽水 甚至造勢晚會打光 都成為日常工作之一 以讓打火弟兄疲於奔命 過去就有網友拍下 消防員累倒躺在地上休息 為了降低工作量 消防署提出充實人力計畫 預計在今年底 消防員對上民眾人口服務比例 是一比一千三百人 但是至今仍然沒有達標 人力不足 變向工時拉長 消防員每個月服勤 上限三百三十六小時 加班一百六十小時 但比起其他公務員 仍然超時將近三倍 一百一十二年退休 一百名的消防隊員 離職五十名的消防隊員來估算的話 以上補充的消防隊的人力 僅會有兩千一百多人 並沒有達到消防署 當時所宣稱的 可以實際補充三千人的 消防隊員的這個目標 基層人力沒補足又加上 本業外的衛名服務 消防員月座院新類 血汗工作環境始終沒改善 三雄和孟哲 楊欣怡 台北采訪報導